当你半夜饿到不行的时候 可以把一大捆小葱切成三段 当我半夜饿到不行的时候 不要慌 先把小葱切成三段 锅里面适当多倒点油 用小火先炸一下小葱的葱白 锅里适当倒些油 炸葱白 啊 好家伙 厨房都要炸了 做一碗料汁 多来一些生抽和老抽 再来一些麻油 碗里倒入生抽和老抽 我知道了 麻油就是香油 再来一些甩都甩不出来的蚝油 那么调皮的蚝油我没咬 我的一当就出来了 其他地区的人一勺糖 无系人得用两勺糖 搅拌均匀 我是其他地区的人 可是我喜欢吃甜的 放两勺 给它咯咯咯咯 葱白捞出 锅里尽量要捞干净 捞出葱白 锅里的小渣子捞干净 然后呢 就把小葱的葱绿 给放进去油炸 那把小葱叶子放进去油炸 葱炸至有点微干 就倒入料汁 等不及了 倒入料汁 料汁再煮一分钟 葱油就搞定了 料汁再煮一分钟 葱油就搞定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葱油 煎两个高品质的鸡蛋 然后可以用这个葱油 煎两颗顺畅的鸡蛋 这样的细挂面 一次至少得吃两捆 我这个吃两捆 是不是有点多 还是煮一捆吧 淋上一大勺葱油 淋上几小勺葱油 这就是地道又好吃的 本邦葱油拌面 哦 原来我们做的是葱油拌面呀 面现吃现做 根本就不会拌 面现吃现做 上炖的肯定会拌 这大半夜的 不能我自己一个人胖 粉丝先吃 算了 还是我自己吃吧 再会